在银滩这个怀河楼中部也就是这个森林公寓公馆对面有个小区 一个非常好的小区叫做秀水雅院 这个小区呢过去来说是咱们银滩一个高端小区吧 管理是比较严格的一般人进不去 这个必须要有这个门禁门卡 咱们进得去啊 咱们今天啊进去看看 我们现在呢在秀水雅院小区的这个 最西边这条路上走啊 这条路很窄 也就是一米二左右吧 或者一米四的样子啊 它这边有那么一点绿化绿化带 对面是哪个小区啊 我还都不知道是哪个小区呢 秀水雅院 哦 这个小区 这边啊 有个小空间 小区比较小 所有的地面都是铺的石头啊 锻炼的地方 非常幽静啊 这个过去说是咱们银滩啊 最好的一个小区 叫淮河路 38-9 这怎么讲啊 看这个秀水雅院呢 是2014年3月份开工的啊 竣工是2016年几月份啊 4月份竣工 11月份竣工的啊 也就是2016年 竣工以后才 有一个住宿吧 看那小区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小区的这个接近最北面了吧 这个小区的院子啊 也是不一样啊 它直接给你已经用那个这种石墙给你弃好了啊 像有的家啊 这个搭个架子啊 这是猕猴桃啊 种的猕猴桃 好像没有街桃或者已经栽了啊 看他们的院子啊 这家好像没有人住啊 这个猕猴桃 好多都掉到地下去了 有几个桃子 咱可以看看 都进一会儿可以看看 现在啊 我们来到了这个小区的最北端呢 外面是竹林啊 一个小竹林 这总共有三个单元 这边有一条路啊 咱顺着这个竹林里面的小路 到北面这个地方有个空间啊 是干嘛的 咱过来看看啊 这里还有一个小房子啊 独立的一个小房子 真棒啊 还有匹材 这里是干嘛的 这是一个空间 还有人啊 塞了一些包米 大姐好啊 你好 你好 这小区挺不错的呀 挺好的 这块地方是干嘛的啊 是绿化的啊 这块啊 真好 后面是啥呀 后面是干嘛的 哪个小区啊 后面 我也不知道 这块属于修水洋液 修水洋液对 这块也属于新生洋液吗 真不错的小区 挺美的 过来看看啊 谢谢你忙着 在这个小区的啊 这个东北方向啊 有那么一个 假山啊 都是石头雷出来 雷起来的啊 这个有瀑布 可以听到流水声音啊 这是 贴近大自然吧 这都是什么树啊 那边是梧桐啊 这外面是什么树 咱不认识啊 所以特别的清澈啊 里面还有几只 这个鲤鱼啊 几条鲤鱼 那这边的 就是贴在这个河了啊 这个河叫什么名字 咱搞不清楚啊 这个河也是 水也是挺清的啊 还有一些水草很长 很高 现在这个季节呢 都有点黄了啊 然后对面呢 就是咱们的 海岸民夫小区啊 云滩也是个高端小区 这个小区 属于二线啊 在淮河路的北面 这里是 叶祖门休闲的一个地方啊 因为它是架一个桥啊 架在河上 咱看看这个位置 还有好多这个垫子啊 可能是 这个天气冷了 石头有点冷 这个弹个琴啊 或者敲个鼓啊 干嘛的 这里上面都是紫藤 应该是 现在都是结籽了 跟豆角一样的 大豆角一样的 看这水 水是清的啊 这还有一些 很小的扶贫 小扶贫 前面这个地方 就是咱们的森林公馆啊 公寓 森林公馆啊 也就是老年大学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紫藤 一看是有年头了啊 都挺粗的了 小区人可以从这下去啊 到河边 钓个鱼嘛 干嘛的事啊 小区这个地方啊 这个楼前面 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大石头啊 大小石头 这个小区的地面啊 是这种石头铺的啊 这个河边啊 这种 护栏啊 也都是石头的啊 非常整齐 也非常洁净 然后这边是松树 看哪家有人呢 能答案个话啊 小区的楼呢 从南到北啊 基本上都是那么一排啊 就那么一排一座楼 三个单元啊 这到后面啊 到北面后面 那几排可能是有横着两排啊 一般都是那么一排楼啊 就后两排是碟排吧 走到这里呢 是一股桂花香啊 扑鼻而来啊 看这边家里有人晒的衣服 我记得几年前啊 在这里曾采访过 这个一个南京级的一个业主啊 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啊 如果能看还能遇到就好了 看小区里种的这些草啊 非常的也是非常整齐啊 这是都是开过花的绣球 看这棵树啊 是个柿子树啊 好多果子都成熟了啊 小区居民也很自觉啊 如果说不自觉的话 这些就不会存有这么久啊 早就被人栽走了 在这个小区的最南端啊 这有一个三层啊 算是商业的楼吧 这个西面条路上呢 还有一些石凳啊 石座啊 方便夜住在一个地方 下个旗啊 喝个茶啊 聊个天啊 打个扑克啊 都挺好啊 对面是森林公馆 院外面啊 应该是 物业有管理啊 不允许种那个无花果啊 所以说有些家里呢 就是在院里面啊 种上了无花果啊 有的家里面呢 搭起了这种架子啊 也挺好的啊 或者叫遮阳棚吧 嗯 这里很香 看这家啊 这个院子挺大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弄了一个叫 养鱼池啊 在那个 木头啊 这边也有一个棚 这家有一个棚 铝合金的 绣球 就开败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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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